经过初步核查有十人失联 今天上午西宁市相关部门 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相关情况 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点30分 经过15个小时的搜救 陆续找到6具 遇难者遗体 16名伤者伤情稳定 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